再來的話就是如果我要把切換工作表跟烤瓶 烤瓶就不用了 不用再多做一個了 也就是我今天只要做一個 那我四個工作表 全部就可以一次切換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接下來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跟烤 我們先清除好了 因為清除裡面假設我今天需要清除四個工作表的話 那首先當然我要先切到第一個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這個切換工作表的這三行程式 第一個 放在哪裡呢 放在清除的上面這邊 怎麼放特別注意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把它先 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如果貼到這邊來的話 那應該他一邊切 一邊清除 所以呢第二個動作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 放到切換之後的下方 放的位置在這裡 OK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可能細節 只要有一個地方做錯 那結果 就 會有一點問題 OK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接下來 特別注意 我把剛剛那 三行複製過來 接下來呢 把下面清除的動作 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OK不要放錯 放的方法 我習慣這樣把這一行 Enter一下 然後呢 再來 OK 好像還是有同學沒有 注意看那個 畫面 那這邊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這個 這個地方 搬到這裡來 OK因為 我特別講 因為只要你做錯了 城市一定跑不動 而且裡面的話 會有兩個回圈 兩個回圈意思說 要重複做 而且 位置要對 那特別注意把這個地方 這幾行程式 複製 直接移動到這邊來 所以我習慣用拖拉 放過來 但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兩個for 兩個nets 到底哪一個 對哪一個 我是建議 請你把剛剛放進來的 這一段 按個TAB鍵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按TAB鍵的話 這樣程式看 會看得很花 哪一個是哪一個 哪一個對哪一個 就會分不清楚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的清除 就 寫完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的好處就是 只要 清一個 那做一個程式呢 就可以四個 工作表全部受用了 那底下這個 把它delete掉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讓它跑跑看 不過我建議啊 你現在如果直接這樣 這樣執行 它全部跑 太快了 我是建議啊 你可以按那個F8 F8就針錯這邊也有 會出一下 主行有沒有 就F8 那按F8就是一行一行 但是你要必須一行一行按 那S等於1 這個時候切過 不過切到1的時候 其實目前我已經在1了 所以它 等於不會動作 一樣 然後呢 把某個範圍資料 全部清空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清空了 有沒有 就全部清空了 那它會跑很久啦 所以我乾脆直接讓它全部 跑完一次 然後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這個所謂中斷點 就是讓它跑完 停在這邊 換下一個 停在這裡好了 讓它執行 全部跑完了 停在這裡喔 有沒有 中斷點 那我必須按F8 按F8的話 執行下一個 你會發現0組了 OK 那一樣的動作 全部清除掉 然後再停在這裡 那這個S現在變3了 所以切到第3個 然後再全部清除 然後再切到4 OK然後再全部清除 好 那這個時候程式就全部跑完 不過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我們習慣還是希望 能夠把游標切回到 第一個 所以我是建議在 最後一個NAS的下方 你再多寫一個 什麼 幫我把它切回到第1工作表 第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1就好 這樣的話 清除它清完之後 又會幫我移到第1工作表 清完之後 移到第1工作表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主要是把清除的 這個原來的程式 把它放到中間 那外面包什麼 包切換工作表 多一行程式 再幫我切回到第1個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 同樣的道理 也沒有辦法把 烤瓶的這個程式 一樣外面再包一個 切換 工作表 如果可以的話 那烤瓶也就全部做完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 比較簡單的 清楚部分 先做個 練習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烤瓶部分 也要做 4個工作表的切換